这条巷子是千禧镇有钱人所住的地方 两边的屋子居是青砖所记 带瓦高墙 足有四米多高 老头这么轻轻一跃就上了墙头 可见功夫高强 倒不是吹牛 就凭这功夫 再不计 墙人来了逃跑保个命是不成问题的 林小竹放下心来 老头跳下墙头 又哭起个小脸 哀声叹气的林小竹 奇怪地问 怎么了 林小竹低下头 将小石子一脚踢进草丛里 没经打踩得到 我想学武功 可有人说 我天生铁寒 不宜练功 天生铁寒 老头皱起了眉头 带到了家里 在厅里坐下 便伸出手来 来 师父看看 林小竹赶紧伸出手 见老头给他拿了麦 一脸的沉吟 久久不说话 很是沮丧地垂下了头来 嗯 你这体质 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 老头看着林小竹那皱成一团的小脸 开了口 不过呢 林小竹迅速地抬起头来 精细地看着老头 急急地问 不过 不过什么 师父 您倒是说呀 说完 赶紧狗腿地转到老头的身后 给他垂背 有转折 就是有希望啊 老头满意地眯着眼睛享受着 扶着胡子 倒 不过 我这儿倒是有一个功法 虽说不能让你成为武功高手 但起码能慢慢改善你的体质 增大些力气 增强身体的敏捷度 遇到危险 保命的机会会比一般人强些 还请师父教我 林小竹赶紧转到他的面前 跪了下去 老头也不服他 看着他问 这功法不过是让你比普通的人 稍强一些 但却需要每日睡前打坐练功 日积月累 方有一点效果 付出大 收获小 这你也愿意练吗 徒儿愿意 林小竹坚定道 事事艰难 哪怕多一点点保命的机会 他都要抓住 老头点点头 见张东不再进前 招手将林小竹换了过来 把功法细细地传给了他 功法倒是简单 不过是一个练法 一个口诀 几句话就说完了 这边刚刚说完 门口就传来了一个声音 徐老爷子 我们送银子来了 却是刘二爷 你去把那天 我给你写的房子拿过来 老头吩咐道 是 林小竹先迎了出去 给刘二爷建了礼 这才飞快地进了礼院 到了老爷子住的屋子里 找出了一张方子来 递给了老爷子 刘二爷见老爷子 不冷不热的 倒也不敢啰嗦 只客气了几句 放下银子 便跟随从 拿着方子 走了 二十两一个的大元宝 白花花的 放得林小竹眼花 不过 他望得不往 桌上望一眼 嘱咐老头 道 师父 天色晚了 我得回去了 您千万要小心 别为了这点银子 被贼人伤着了 银子没了 可以再赚 身子伤了 那可就麻烦了 林小竹 竟然被卖身为奴 而且现在 身上的穿着 也不华丽 应该从小到大 都没有见过 这么多银子才对 可面对这么一大堆 明晃晃的银元宝 他竟然 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丝毫没有正愣 沉迷的表情 这让老头 暗自地嘖嘖称奇 看着林小竹 满脸慈祥的道 你也知道 我家里有钱 到时他们 找到这儿 我就无需 用这些钱了 这些银子 留一定给我就行 其余的 你拿走吧 或是赎身 或是存起来 以后做嫁妆 就都随你 不用不用 林小竹赶紧摆手 师父教我厨艺 我都没有 孝敬师父一文钱 哪能用师父的钱 师父 您赶紧收起来吧 我回去了 说完 也不等老头 再说话 转身就往门外跑 今天耽搁的时间久 再不回去 可就麻烦了 柯走到门口 他想起一件事 又转回来 道 师父 主家明有事 我可能没有时间来了 反正现在有银子了 您想吃什么 尽管下馆子去 不用再逼着自己 吃张东做的菜了 啊 知道了 赶紧去吧 天晚了 老头挥挥手 林小竹 看看天 连忙往外跑 他知道钱很重要 所以他对于自己的 那一两百文的钱财 很是着紧 但他确实不愿意 要老头的钱 吊胜鱼鱼 从今天这事 就可以看出来了 老头给他的 那可是一笔 取之不尽 永之不竭的 巨大财富 只要有了自由 就算手里 没有一文钱 他也能赚出钱来 过上富足的生活 可现在 便是连他自己 都是原天野的财产 他藏个一两百文的钱 都能被原天野知道 就算违背着良心 要了老爷子 一大笔银子 他又能藏到哪去呢 无论是藏在哪 埋下的 极有可能是一个货端 所以 此时万万不能贪心 还是想办法 尽早地获得自由 再想别的吧 回到山庄 时间果然比往日晚了 在厨房旁边 收柴的人早已不见 便是院子里 分饭的婆子也走了 不过大家早已习惯 他的晚归 看他进门 也没有人理他 大家都坐在床上 一面吃饭 一面捧着书本 专心致志的温书呢 明儿就是十字课的考试了 除了林小竹 每个人都很紧张 听见响声 苏小叔抬起头来 挪挪嘴 轻声道 饭在那里 赶紧吃 要不就凉了 林小竹凑上前去 嬉皮笑脸的道 要是没腻 我可怎么办 苏小叔瞪了他一眼 张了张嘴 挂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只淡淡道 少贫嘴 赶紧吃饭 说完又低下头去